大家好我是老谢 今天我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虚拟币和股票 其实这两者在我的认知里面是没有本质的区别 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坚持看到最后你应该会有收获 虚拟币我们以那个比特币为代表 说什么区块链是吧 搞半天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区块链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看问题啊 其实可以看它的本质 比特币最近跳水是很厉害的 网传有50万人爆仓 爆仓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你用杠杆 去买这个 比特币 如果它的价位已经跌破了你成本 那么 给你做杠杆的公司就会给你强制平仓 那么你最后就是一分钱都没有 从这些事我就再次确大家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不懂的 不在自己认知范围的事 最好还是不要去碰 不要网上随便搜一下资料就以为自己很懂啊 什么都了解 总认为自己不会是最后接班的那一个人 我们学资本论的时候就知道 马克思说 当利润达到了300%的时候 他们敢于冒绞心的威胁 那么这个虚拟币的利润有多高呢 是吧 它是翻了几千倍 认知上万倍的 所以说 这个 任何的黑幕都是有可能的 说白了就是 几个人真正明白区块链的是什么呢 没有几个人懂 我从386电脑 用到 酷睿啊 到后面用到i7 是吧 我用我从多数系统 用到温时的人 我都没搞明白区块链到底是什么 但我明白 这绝对是资本 为了割你的韭菜 设计的各种各样的发样 我们没有这个名人效应啊 那么只能是别人的菜 什么是去中心化 只要有国家的存在 这个 币就不可能去中心化了 是吧 因为货币权是国家的笔权象征 所以虚拟币就只会是资本的普克牌 还是那句话 虚没读的别人多 我们草根创业 那你就劳劳劳劳劳赚自己能力范围的钱呗 别一天到晚想着一夜暴富 听到别人中500万了 第二天就去买彩票 最后这个10块钱都会回不来 是吧 资本会让你看到 他想让你看到的信息 所以你去这种百度搜啊 什么Google去搜啊 人家找的设计好在那里 是吧 你像最近的暴雷啊 是吧 什么暴雷的那个什么 私募啊 叶飞啊什么 是吧 网上说的那些 其实本质都是一个道理 人家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干 股票其实也是一样的 啊 我现在说一下股票吧 不要以为自己啊 看了几条K线图啊 分析一下 公司背景啊 就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股票了 是吧 其实股票啊 说白了也只会浪费你的时间 你一天到晚去研究那个股票 花的时间更多 时间成本是相当高的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人在玩 别人呢是怎么 一个团队在玩 你怎么玩这个人家专家呢 对不对 所以你去玩的时候 人家早就设计好在那里 所以你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就是赚钱了 其实你像打着虚拟币的罐子的 这种中国国内的这种假的 更多了 什么要你出钱去挖矿呢 不要去搞自己不懂的事情 还是老老实实多读点书 年轻人就多读点书 如果在创业的在做事的 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做的那份事啊 做专业一点 是吧 这样子 才是实实实在在的 搞实业 不要去搞资本投资啊 你还没达到那个认知水平 一不小心啊 就是帮别人再赚钱 所以我认为啊 你不懂的东西就不要去碰 所以把自己熟悉的事情干专业 你就一定是可以创业成功的 别不一小心就成了别人的韭菜 所以有句话网上流传的 别人说的 你恨他你就去要他炒股 这虽然是个效果 但是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你对我讲的感兴趣啊 欢迎评论区去留言 记得点赞加关注 担心好事 莫名其妙 谢谢大家